才剛過完東正教復活節 俄羅斯總統普丁就搭乘軍用直升機 無預警來到俄軍佔領的烏克蘭 赫爾松地區 聽取前線官兵的簡報 普丁會這麼緊張 是因為隨著春天到來 烏軍隨時會展開大反攻 面對烏軍反攻在即 心急如焚的還有他 俄國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的創辦人 普里格金 十四號也突然發文 呼籲他的好馬吉普丁 趕快結束這場戰爭 普里格金 在貼文中坦承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俄羅斯見好就收 趕快宣布結束這場特別軍事行動 然後告訴全世界 俄羅斯已經達成既定的目標 他也說再打下去 俄軍也不可能擴大佔領地 還有可能會吃敗戰 會講得這麼白 是因為瓦格納傭兵傷亡慘重 烏克蘭官員視察前線後 甚至表示瓦格納傭兵基本上 已經全被消滅光 也讓俄軍被迫投入空降兵精銳部隊 根據之前外洩的五角大廈機密文件 美軍認為俄國至少得要再花十年的時間 才能重建精銳特種兵的戰力 另一方面 隨著烏克蘭反攻在即 美軍向烏克蘭提供的60輛M2 布萊德雷步兵戰鬥車 也陸續抵達戰場 專家說這款戰車 除了有先進的熱顯示系統 還能誘騙來襲的反戰車飛彈 可以提高烏軍在戰場的生存率 靜新聞綜合報導